第五十一章 你离开,我自毁 在他心中,生命女神的地位是极高的 如果说有什么能够和他心中的权力欲望相比 那么就只有生命女神了 哪怕是生命女神骂他,打他 他也不愿意看到此时此刻他眼中的那份失望 那种失望中包含的痛苦 可以想见现代生命女神是怎样的心情啊 对不起,生命 或许我做错了 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改变的可能 现在我也只能继续下去 我要完成我的心愿 等我的事情做完了 我们一起努力,想办法帮他解除封印就是了 好不好 毁灭之神柔声地说道 生命女神叹息一声道 毁灭,我是不会和你动手的 听了他的话 毁灭之神心中意醒 终究还是有夫妻感情啊 太好了 那你在这里等我 等我将事情处理完了 我们就回神界委员会 毁灭之神赶忙说道 生命女神却摇了摇头 毁灭之神,心往下沉 看着生命女神,青红色的眼瞳中流露出 柔鱼不定的神色 生命女神闭上双眸 两行泪珠顺着面庞流淌而下 他真的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 今天变成了这样 无论怎么说 他都是他的丈夫 他不会跟他动手的 但是,他就像他的封印 想要拴住他 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回想着自己生命祈祷仪式 出现的那惊人结果 生命女神心里面 比他表面上更加痛苦 他已经有些明白 为什么祈祷仪式会出现那样的结果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毁灭之神 自己造成的 他其实不恨他 也不怪他 只是心疼他 他已经在心里决定 从现在开始 要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一直都不离开 看着生命女神流下的泪 毁灭之神飘身向前 轻轻地拥住了他的身体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 竟然会让你如此的痛苦 是我不好 好,我听你的 我不去就是了 只是现在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这一切也是不可逆的 108根念力柱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 神界扩张开始了 而且下面那些神体是不可能站上我的人的 他们虽然多了一位一级神体 但是在我这边 比他们足足多了上百位神体 除非是海参能够破开封印 否则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下去 而海参能够破开封印 而海参根本不可能破开封印啊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的生命女神 她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我就一直留在你身边 下面的事情就任由她们去吧 好不好 生命女神似乎放松了许多 张开双臂 搂起了毁灭之神的身体 充满创造力的生命气息 与那充满破坏力的毁灭意念 不断地相互碰撞 又相互融合 他们彼此之间的神力波动 依旧让天空之上 紫色和绿色相交闪耀 下面正在战斗的神体们 不论是谁也不会猜到 是神界高空之中 他们夫妻此时的状态 神界的战斗 规模一向不会太大 像眼前这样 十几位一级神体 相互碰撞的情况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神界之中 天地原力极为浓重 因此 对于生物体的压迫力 也是极强的 所以神体们 虽然力量极其强大 但实际上 神界中所造成的破坏 总不会太大 像之前火神那样的破坏 也只是燃烧了数千平底的沼泽而已 如火 就要是在人间 火神放的火 至少能够烧毁半个大陆了 此时天空中的战斗 极为激烈 七大元罪神 推向七大元素神 双方本来关系就极为不好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也红 一对一的捉对厮杀 而荣燕兵 却找上了破坏神 双方也是悍然碰在了一起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